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T型螺桿的認識篇 那這裡T型螺桿有幾個名稱,大家可能有聽過 像是T型螺桿,腳牙螺桿,T型螺桿,以及艾克姆螺桿,艾克姆螺桿等等的 我們所講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它的螺桿的地方就是T型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我們螺桿的運用有相當多 以及說它有分成左螺桿以及右螺桿 那這裡我們在這個T型的螺桿到底會運用在哪裡 以及說它的用途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來入門了解一下 那這裡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來講解一下T型螺桿的特色 那它的特色跟一般的螺絲呢,差別在於說 它這邊的牙縫跟牙底呢,是呈現T字型的狀況 這樣子的話,它比較能夠傳動的是比較 荷重比較重的一些傳動效率 那這裡呢,最主要它的優點在於說 T型螺桿它在傳動的時候呢,它是比較有高滑順的情形 以及說它的使用壽命會比較長 而且呢,它價格比較便宜 那這裡我們會在什麼地方可能會看到這個T型螺桿呢 像是3D列印 3D列印的Z軸呢,它就是運用了這個T型螺桿 那差別在於說T型螺桿呢,它的尺寸有大有小 那我們在3D列印所使用的呢,是比較小型的 那比較重的像是千斤頂 或是我們在加工機也可能會看到的 像是車床、洗床或是有一些工具機 它在橫向或縱向的一些軸呢 橫移軸上面呢,也會看到這個T型的一個螺桿 那這裡除了這些工具機以外呢 我們在使用的手工具也會用到這個T型螺桿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我們在固定用的弧鉗 也會看到它的 或是一些C型甲 也會看到這樣的一個螺桿 那我這邊所使用的呢,就是一個T型的螺桿 那這裡,它還有分左螺紋跟右螺紋 那這邊呢,細節我們要怎麼去了解它呢 那下一個單元會再來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接下來呢,要教大家的是 怎麼去分辨它是左螺紋還是右螺紋 那這裡它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等一下下一個單元會來做詳細的解說 那這邊,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我們如果去網路上搜尋呢 都會說是用右手定律或是左手定律 其實呢,這樣子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往往這樣的方式呢,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像有一些人可能會不太清楚 這樣子的話,那我到底實際上看到這個螺紋 我還是不太清楚再有沒有去分辨它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更直接的方式可以去分辨說 到底什麼是左螺紋,什麼是右螺紋 而且呢,是不容易忘記的方式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螺紋的地方呢 我們會看到這裡,我有標示一個R跟L 那R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個右螺紋 L它就是一個左螺紋 那這裡很直接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地方的斜度是不一樣 那我們首先看到右邊這裡 這邊呢,右邊高,左邊低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右螺紋 那反過來,左邊高,右邊低 那它就是左螺紋 那其實這樣是非常直接 很容易可以去知道說 它到底是左螺紋還是右螺紋 所以我們不用去了解說 右手定律還是左手定律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直接看哪一邊高 它就是哪一個螺紋 這樣子是更直接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再來呢,給大家看一段動畫 那這邊呢,讓大家了解一下 右螺紋它的用法 那右螺紋呢,是比較常見的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 右螺紋就是當我們在順時針旋轉的時候呢 羅亞是會往前進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就是像我們在索羅斯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它就是一個右螺紋 那我們這樣倒過來看的話 它如果是逆時針的話 羅亞是會往回退的情形 那這邊呢,就像是我們在用虎鉗的時候 它也是這種情形 或者是我們在運用西行甲 它也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比較常見的右螺紋呢 像是螺絲 或是等等的 很多螺絲它都是這樣的形形 那這裡呢,工具類的就像是虎鉗 或是西行甲 它也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以及說我們在使用設備上 像是3G跌影 它也是這樣的情形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 左螺紋的用法 那這裡左螺紋的用法呢 就是跟右螺紋是相反過來的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呢,它就是 但是,當我們是順時針旋轉的時候呢 羅亞是往回退的 那這邊呢,我們可能會用在哪裡呢? 我們有一些螺絲的首付 可能是這樣相反過來的 它的用途在於說 它是防鬆用的 像是什麼 我們可能比較少看到螺絲是這種情形 那有一個東西呢 我們大家可能都是有使用過它 但是都不了解說 原來它上面是這個形式的 是什麼呢? 給各位去猜一下 那其實呢,就是我們各位有騎過的腳踏車的踏板 那腳踏車的踏板呢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如果去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 右邊的踏板它是右螺紋 左邊的踏板它是左螺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在於說 我們在騎腳踏車的時候呢 我們是往前騎 那往前騎的時候呢 左邊跟右邊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它這樣的設計在於說 我們在踩踏的時候呢 踏板是會越騎越緊的 但如果它不是這樣設計的 左邊如果是設計成右螺紋的話 你踩一踩可能 左邊的腳踏板呢 有一天它就鬆掉了 那樣是會有危險性的 所以它這樣的設計在於說 我們在騎的時候呢 它會越用越緊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理 那這邊還有什麼用途呢? 像是我們在洗床的時候 會看到的這樣的情形 我們各位來看一下 假設你有使用過洗床 我們在橫向的這個軸呢 當我們逆時針旋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平帶是往我們 右邊的方向移動 那順時針的話會往左邊 就是如果我們以縱向來看的話 順時針平帶往前 這樣其實是比較直接的 但如果你不是用左螺紋的話 是用右螺紋 那方向會相反過來 我們在用的時候 以一個我們人的感覺呢 它的方向性會不太一樣 所以會運用到左螺紋 就是這樣的形式呢 要讓人類使用起來 是更簡便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參考 跟了解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T型的螺紋 那T型螺紋最大的特色在於說 我們在傳動的時候 它如果需要高負載的 我會蠻適合使用它的 以及說它的傳動的時候呢 會比較滑順 然後呢 它的壽命比較長 以及說它價格比較便宜 那我們在T型螺桿的 它尺寸上面呢 是很常見的 那這邊我們在使用 跟設計的時候 會相當方便的 因為它不是一些特殊的規格 都是一些常用規格 像螺絲這樣 都是很常使用到的 那這裡 如果你在使用T型螺桿的時候 是比較不太適合用在一些 比較高精密上面的 因為它的 精密度是比較沒有那麼高的 所以你的精密度如果要求比較高的話呢 會不適合用T型螺桿 會比較適合用 滾珠螺桿 那滾珠螺桿的特色在於說 它的螺帽裡面會有鋼珠 所以我們在傳動的時候呢 它的傳動效率比較好 而且傳動的一些精密度也比較高 那對於滾珠螺桿呢 是細節就不在探討 因為沒有在探討範圍內 它是另外一個單元 那這個地方呢 未來如果有機會呢 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滾珠螺桿的一些用途 以及相關的資訊 那這裡 我們最大的特色在於說 這個T型螺桿呢 我們很常看到市面上 或是我們在使用的工具 工具機等等的都會用到它的 那藉由這次的機會 因為我們來瞭解說 原來T型的螺桿 是用在這些物件上面的 以及說它有左螺紋 與右螺紋的分辨 那可能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右螺紋 那左螺紋呢 其實它還有一些它 相關的一些用法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 活用的 那這邊呢 還有可能呢 是我們左右螺紋去共用的 有可能你跟螺桿裡面呢 右邊是右螺紋 左邊是左螺紋 然後搭配不同的螺帽 那我們在轉動的時候呢 它是同一根軸做旋轉 那這樣呢 同時帶動兩個螺帽 往內縮往外開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這種用法也是有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掰掰 , tighte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